原标题 土地最为肥沃的南亚 为何却如此穷困呢? 关键是这三点原因 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 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区域 一般也是土地最平坦肥沃的区域 最典型的古印度文明 巴比伦文明等都是如此 而且土地肥沃意味着更好的发展条件 不过国 还有美国 因为土地肥沃创造了经济最夯实的基础 但是南亚地区是世界最肥沃的区域之一 为何里面国家却是一个比一个穷困呢? 关键是这三点原因 南亚地区主要就是现在 印度大陆及其周围区域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布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七个国家 总面积400多平方公里 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肥沃的平原地带 如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孟加拉平原等 这典型印度虽然面积只有我国三分之一 但是可耕地却多过我国很多 而且南亚处于热带 热量足 作物生长快 所以粮食产量也高 拥有亚洲地区最好的土地条件 南亚面临印度洋 连接东西 海运条件也非常好 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好的条件和战略位置 但是南亚国家却一个比一个穷 发展最好的印度 人均收入才1000多美元 而巴基斯坦、孟加拉那就更低了 稍微好一点的还是岛国马尔代夫 靠旅又发家致富 其他国家是一个比一个穷困 这到底是为何呢 关键原因有三点 第一、人口太多 南亚除了土地肥沃举世无双 还有一点也是无人能比 那就是人口 南亚才4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但是人口接近18亿 比我国还多了好多 整体人口密度世界之最 人口多到难以想象 光是印度都快14亿了 因此人口太多 使得国家养育的成本更加高 而且加快了资源消耗力度 可以说南亚的土地虽然肥沃 但是很显然人口太多 这严重影响收入的提高 第二、种族的问题 南亚处于热带区域 本身热带区域的人比较懒散 缺乏勤劳致富的意识 宗教讲究的也是命运和知足常乐 使得南亚人缺乏劳动力和创造力 而且南亚人智商并不出此 没有欧洲人、犹太人、东亚人的智商水平 所以整体民族缺陷明显 没有发展经济的优势 也不擅长发展经济 第三、内忧外患 南亚地区虽然表面平静 但是其实是世界最乱的区域之一 大的有克什米尔问题 印巴冲突的 为此还打了三次印巴战争 国家内部有斯里兰卡的蒙古组织内乱 尼泊尔持续的内部争斗 就连马尔大夫也是政变不断 孟加拉建国后持续动荡等 而且还有印度对于布丹 尼泊尔等的控制 所以整个南亚政治不稳定 非常混乱 这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和不确定性 所以南亚地区一直是非常穷困 欢迎关注揭秘历史背后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 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不出门看更多责任选